大家好,夏天的莲藕很多人喜欢拿来凉拌 今天分享一个莲藕浆肉包的详细配方 平时爱吃莲藕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 不用沙水,莲藕的营养一点不会浪费 咱们先来和面,这些是500克面粉 加入5克酵母粉,搅拌一下 让酵母和面粉混合均匀 然后用280毫升的凉水来和面 一边加一边搅 现在气温很高,可以用凉水和面 搅上絮状以后,揉成一个软硬适中的面团 像这样就可以了 跟上盖子,把面发到两倍大 抽这个时间来准备馅料的部分 这也是咱们酵肉包好吃的关键 500克新鲜的雪花肉,把肥的和瘦的分开 分别切片切条再切成肉丁 调馅料最好是用前腿肉,吃起来口感更好 切好以后把肥肉和瘦肉分开来放 准备半根洗净的胡萝卜 切片切丝再切成小丁 嫌麻烦的话,也可以用擦板擦成丝 以后再切 然后盛到一个碗中备用 起锅加入少量的食用油 油热以后,先把肥肉丁下锅 把它煸炒一会儿,炒出里面的油脂 再下入瘦肉的部分 继续翻炒一会儿 把肉丁表面炒得完全变色 加入一勺甜面酱 一勺黄豆酱 继续把酱香味炒出来 加点胡椒粉,取形增相 一小勺五香粉,适量的生抽提鲜 提前切好的葱花和姜末 翻炒出葱香味以后 下入胡萝卜丁 继续煸炒一会儿 炒出胡萝卜的香甜 然后就可以关火了 先把锅里所有的食材 盛到一个盆中放温备用 准备提前去皮的一段莲藕 先切薄片 一定要顺着藕孔的方向 这样切不容易碎 然后切丝再切成小丁 切好以后 更炒好的肉丁盛到一块 加入适量的盐条腕 提前切好的葱花 搅拌均匀 这样一份香香香香的馅料 就做好了 这一步的盐一定别放多了 因为两种酱料都是咸的 按板上撒些干面粉 把发好的面取出来 先多揉一会儿 拍一下里面的空气 然后搓成一个粗一些的长条 下手就剩大小均匀的面剂 再把每个面剂 像这样揉几下 揉成一个圆球 然后用手按扁 接着用擀面杖 擀成一个厚度均匀的圆皮 取一张面皮拿到手里 中间多填上一些 刚才调好的馅料 然后用包包子的手法 转着圈把馅料给包起来 每一下都要捏出褶皱 这种包法也是最常见 最简单的手法 蒸锅里提前加水 摆好蒸臂和提布 每做好一个就直接放进来 先不要开火 盖盖二次醒发五分钟 时间到了以后 能看到包子的体积 又变大了一些 这时候开火 上汽以后中火蒸12分钟 最后关火门三分钟 再开盖 哇 看着太有食欲了 一个个取出来装盘 就可以上桌享用了 这样做的莲藕姜肉包 外皮特别蓬松 喧软 凉了再吃也不会发硬 掰开以后 就能闻到特别浓郁的姜香味 里面的肉丁口感心嫩 莲藕香碎可口 莲藕家小朋友 一顿就解决了这么两三个 而且这个馅料 在面试店里也不容易买到 喜欢的话 快把视频收藏起来 试一下吧 我是大飞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